第77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克勒西 正在对中国进行访问 中国外交部长秦刚 昨天在北京同克勒西举行会谈 秦刚表示 联合国应进一步发挥 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将继续全力支持 联大和联大主席工作 秦刚说 当今世界百年变局深刻严禁 新冠疫情成科未去 地缘冲突 漩涡在起 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 各方对联合国寄予厚望 联合国应进一步发挥 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坚持讲公道话 办公道事 维护和平安全 捍卫公平正义 坚持普惠包容 将发展置于全球议程的中心 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 汇集各国人民 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 完善全球治理 通过沟通协商凝聚共识 坚持开放包容 摒弃意识形态对抗 促进文明互建 联合国大会是联合国 最具普遍性和代表性的 宪章机构 中国将继续全力支持 联大和联大主席工作 克勒西表示 联合国高度重视 中国的大国影响和引领作用 期待同中方一道 加强多边主义 改善全球治理 倡导对话而非对抗 团结应对全球性挑战 联合国始终坚持 一个中国原则 不会有任何偏离 远北金无矛盈作用 122 2 5 6 感谢观看